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佳纪录片和最佳改编剧本奖 在颁奖典礼的后台相遇 结果一聊 两个人竟然又不约而同 正在读日本报道文学作家门田龙将写的 汤德彰不该被遗忘的正义与勇气 但读了这本由日本作家写的 台湾历史伤痕跟人民故事 他们两个又有同样的感慨 台湾人的故事 怎么没有台湾人自己来说呢 汤德彰是一位绅士非常独特的台日混血儿 就像是早一代的湾生 他的日籍警察父亲是死于日治时期下 台湾人大规模的武力抗日的事件 就是焦八年事件当中 而出生在台湾的他 日治时代他是不能入日本籍 一生不断在台湾日本的身份中流转 转换姓氏 但始终不变的是 在每一次社会不公义 或者是强权压制的对抗中 汤德彰永远是选择 站在鸡蛋和正义的那一方 但他没有等到黎明破晓的那一天 而成了二二八事件的冤魂 如今他的铜像就注立在 台南市中心的圆环中 他被彰显的地方 也正是77年前他被处决的地方 历史的事件有很明确的记载 但历史现场的人们呢 那些人们的家人和后代呢 改变人们生活与心灵的 那个历史切面 该如何被呈现和述说 继《湾生回家》之后 黄明镇又花了五年 和同样是导演的太太 莲真慧投入了 《寻找汤德彰》的拍摄 那这个故事同样也埋进在 郑友杰的心里 郑友杰又因为他日本华侨父亲 所以前场过程中 也有身份和文化认同迷惘的历程 在黄明镇的召唤之下 他毫无悬念地 也投入了这个影片当中 那这一集的访谈 可以说是七年前就开启的连结 那年因为《湾生回家》的同名书 涉及了造假 连带纪录片的《湾生回家》 也被质疑他的真伪 那我有机会在第一时间 访谈了黄明镇 把书和电影不同的文本 有梳理清楚 当时风波闹得很大 黄明镇也卷入了暴风圈 我一直记得当时他只是拿了导演费去拍摄 《湾生回家》 最后黄明镇就感叹说 纪录片接受尾拍的这个风险太大了 他以后要自自自拍 完全掌握 所以七年后我看到他贴出了 寻找汤德章的这个影片拍摄和募资讯息 我想他真的实践了自我的许诺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预约了今天的访谈 这一集是一个浪漫又摇滚的对谈 五年级生的黄明镇和六年级生的郑友杰 与台湾电影新浪潮大发生的世代比起来 他们太年轻了 与线下串流平台 类型片当道的世代比起来 他们又有一种古典的使命感 他们怀着非常浪漫的情怀 在最糟糕的时代投身电影 持续在学习 怎么样和观众可以更靠近 但永远没有放弃的是 在被时间遗忘之前 怎么样由台湾人的眼光 留下那些不应该被掩埋的台湾人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黄明镇 大家好我是郑友杰 郑友杰就是我觉得他是个浪漫的艺术家 然后很诚实很诚恳又很帅 大概是导演圈里面最帅的 没有代理人比较帅 对了 接棒的就是友杰这样子 我们是认识很久了 我第一次看到他 对他的印象就是 他怎么这么浪漫 他竟然在我的面前跳舞给我看 我都在想说 他是不是忘记这件事 忘了 这段黑历史 拜托不要再提起了 想说怎么这么可爱 什么情境下会跳舞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我真的忘了 他竟然就转圈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应该还是大学生 拍完他的诗也没有多久 然后我甚至那时候还没有看到 只是有传说说 哇有一个片子很有趣 就是诗演 就是一个人分饰两脚 然后最后把那个面具撕下来 把那个布吧 撕下来 然后其实是同一个人 然后是友杰自导自演 还一人在分饰两脚 所以很早就走了双七的路就对了 对对 那友杰眼中的那个明镇导演是 就是一个永远的热血青年 其实我觉得明镇跟我20年前认识到现在 其实几乎没什么变 就是一直很热血 其实他比我早几年拍那个像 对野麻雀啊 然后城市飞行啊 然后野麻雀在我们那个时代 像我这种想要刚要拍电影的人来讲 就是是一个传说一样的存在 很奇妙的就是说 我跟明镇也有很多共通的喜好 例如说 我很喜欢夏曼兰波安的写的那个《人海情深》 然后我甚至喜欢到想要把这本说放到 我有一部短片叫《时定的夏天》里面 让男主角在河边看这本说 而且实际上也拍了 只是那时候我的剪接师就是小冬老师 陈小冬 百般阻止我做那么文青的事情 然后这时候他就说 我认识另外一个导演跟你一样 很喜欢这本书就叫《黄明镇》 然后有一天他来中影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在中影剪接 小冬老师在中影就介绍 另外一位也非常喜欢《人海情深》的导演 介绍给我认识 我也听过明镇导演讲 你们两个真的好像冥冥中有非常多的喜好无形中在做同一件事 看同一本书 还有莫子怡好像也是 真的要谈这一点 就是因为你刚刚讲到野麻雀 这一部我也有看过 当然那时候看到最青涩的莫子怡嘛 我就觉得后来去查 才发现原来莫子怡是名镇导演发掘他的在高中戏剧社 然后后来也变成有些导演的电影中常常是重要的成员 而且让他真的用亲爱的访客拿到了金马奖的影地 就是说其实你们看演员 虽然你们当时的片子很多大部分都是素人演员 可是你却可以发掘这样子的影地期的 就是要找演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是不是流行找非职业演员 好像很多的艺术电影里面 比如说侯孝贤或蔡明亮的电影里面都是用非职业演员 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应该也来用非职业演员 是不是这样我有点忘了 我以为是成本的关系 一定也是成本的关系 后来才知道说演员好贵哦 我们真的是用不起太穷了吧 那你那时候怎么在高中的 那个时候他是高中生吗 那时候他是高中生 那时候你应该是想说要找真的高中生来演 对对另外一个是这个对 那尤杰导演呢在你演桌墨子怡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他们其实一开始踏入戏剧演出的这个剧本 或者是形式会影响这个演员的发展 这个要问他 小墨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很特别 他到现在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在台湾好像很少有这样子的演员 我觉得应该说是非常纯粹 对非常非常纯粹 其实想一想他也没有做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情 但是他就是一直遵守着自己心里面的想法 然后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两位导演的经历也蛮特别的 其实你们都算是大学的时候做了一个转弯嘛 我看了名人导演的资历说 其实你本来是念教育资料学系哦 读书馆系 那怎么会跑去念南语 就是大学也我也其实也不知道那个系是什么系 看到我教育就觉得好像还可以吧 然后下一个好像是什么什么气管系 中原气管系下一个志愿这样 所以填上那个有点好像被我爸骂 就说你填那是什么系 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系 后来才知道是图书馆系 然后其实去念的时候有点不足 我甚至想重考 而且我真的去补习班了 还交了三万多块我记得这样 然后去了三天 我就觉得哇塞 我真的好佩服那些重考的人 我没有办法 我待了三天我就跑了 那钱有退吗 好像只退了一万块 但是我真的受不了这样 就是那个位置好小 好挤 然后我要继续再回去念高中的书 我不要啊 就乖乖再回去 然后好像只好在那个里面 勉强混个毕业 但是就开始要认真的 因为你说你不要这个嘛 我就问自己 那你不要这个 那请问你要什么 然后就回想 我从高中我就很喜欢看电影 我阿公阿嬷家 他们是开杂货店 那前面会放那个扛棒 就是广告招牌 所以他们就可以换招待券免费的 那个都是我在看这样 我从高中就一直看 看电影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 这个图书馆系比较特别 比较先进 就是说他觉得所有的资料 应该都是图书资料的一部分 像什么胶卷啊 电影片啊 录音带啊 都是图书资料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摄影学 然后录音学什么 所以其实间接有关系 对对对 那后来又去参加那个 大传系的摄影棚 我就去里面当助理 所以那时候学的是新闻摄影 背那个portable 四分之三 那个时候 还不是beta cam 是四分之三 最早早期的那种 我们就有摄影课啊 什么就大概从这边 忽然就觉得 跟以前看电影的经验 连在一起了 然后就觉得说 那我以后好像可以拍电影 因为我好像很喜欢看故事 所以好像分进什么的 说故事的那些东西 好像对我来说 越来越focus越集中 我好像觉得 我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好 就这样子 那个时候差不多大二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想要 以后要做电影 大概是这样 而且感觉图书馆资料系这些 跟你现在在做纪录片这些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功夫 因为你的 你的纪录片很大的特色 是你们的田野超扎实 要去找这些 这些图书馆的这些资料 对 但事实上我还是不太会找 还是都要用茶的 或者是什么 我真的是混毕业的 那名声导演 看起来念电影是一个 出于比较务实的考量 慢慢的去弄清楚 自己想要走的方向 但有杰导演 当然他分享很多次 但是还是很惊天骇地 就是你的转弯是非常大的 而且还很激烈的修学 去念电影 其实我刚刚听 明镇导演这样讲 其实差不多 而且我也是小时候 住在电影院楼上 天哪 我们现在去田野下电影院楼上的小孩 后来都是不是做导演 也是一样 有很多招待券 就是一个月有五张 因为我们家有五个人 所以一个月就有五张招待券 然后那些招待券 它都是每个月初会寄来 然后我都会去 那个信箱把它搜刮走 然后那五张都全部我在看 你一个人垄断 所以其实很像 很有趣 然后只是我 我大学念经济嘛 然后我到大学 我才真的认真的去思考 我到底想要什么 那之前我只有想过 我应该做什么 那因为我们家里是做生意的 所以就很理所当然觉得 我应该是要往商这条路走 所以我也去念经济系 只是到了大二 才真的去思考 我要一辈子这样子去做 别人觉得我应该做的事吗 然后大二的时候 我才认真的思考 一样 就是我从小看太多电影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电影 那时候台大也有很多 大概我不知道 我没有仔细算过 但大概有一百个人吧 有很多人都想要拍电影 可是因为台大没有电影系 所以很多人的选择 都会是大学毕业之后 去大部分都会去纽约念个电影系 然后再回来拍电影 可是我那时候可能比较急吧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现在二十出头 如果我现在都不敢做的话 我以后更不敢做 我那时候有一个很迫切的 就是说我这辈子 我要做一件事情 是为了我自己 在大二的时候 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然后就写了一个剧本 然后因为台大法学院 离电子馆很近 所以我那时候就去电子馆投 我知道有短片辅导金这个东西 然后也是在那里知道 黄明镇这样子的存在 然后第一次投辅导金 就是没有中嘛 可是那个电子馆的馆员 特地叫我过去 就是说其实评审 都给我的剧本最高分 但是因为我没有任何电影经验 所以他建议我这个剧本 把它改写成长片 拿去投优良剧本 我走出电子馆就觉得 我拍给你们看 好这样子 对 我就觉得 就回头在电子馆贴了布告 就是说我想要拍短片 后来就拍成思演 然后也因为这样认识了 叶时光导演 然后他算是我的电影的启蒙恩师吧 他也是拍十六厘米 那时候他拍家 然后上帝得意的笑 都是那种非常天马行空的 你看了就会觉得 天啊 这到底多天才 可以拍出这么天马行空的东西 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说 你要用底片 所以你第一步片就完全自己筹资 钱从哪里 那时候大二 大二 那个时候 我从大学开始有玩股票 然后 果然是经济系的高财神 那时候买了连电 连电赚了不少钱 曹董投资了你的第一步片 然后 后来就是 我父母也是希望我继续往商的路走 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就是说 他们想要栽培的一个企业家 把所有的钱就拿去拍电影了 那我那时候也有做一些打工 因为我很会日文 所以我就会去做一些翻译 也是因为透过做翻译这个工作 我会做一些 例如说像小野莉莎来台湾的时候 我就做她的水省翻译 然后也因为这样认识了一些 像日本的唱片公司的一些人 然后其中有一个唱片公司的老板 他也很喜欢电影 然后他就说 你拍下一部短片 我可以帮你做配乐 那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后来拍短片的时候 有日本的音乐人帮我做 高野宽帮我做配乐 是美国 就是十丁年夏天 然后也因为这样 所以那个乐团后来要出专辑的时候 就找我拍MV 我那时候才大学 就是那个MV 对 所以我才找黄鸣正 我跟黄鸣正的第一次合作 就是为了拍一支日本独立乐团的MV 然后我们跑去蓝宇 然后请黄鸣正摄影 太有趣 我觉得刚刚听友杰导演讲这个过程 我就觉得 真的让我就想到你那时候毕业前夕爆炸 其实虽然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斯文的人 内心就是 有时候碰到那个点是很多愤怒跟爆炸 就是要拍给你看 没有要认输的这一款人 这样子 那明镇导演你的第一部片你还记得吗 因为他大二就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 大学的时候我就我也开始拍了 我还记得第一部是 就是一个愤怒的大学生 就觉得说 学校的那个老师在那边 一直讲话 他根本就是只是像个录音机 我还特地就搞了一台录音机 然后那个老师 然后平行剪接 就把它剪成录音机播放 就觉得很无聊 所以就翘课 然后也不知道去哪里 然后就遇到一个可爱的女生 就幻想可以跟他谈恋爱 就在你身后这一位吗 然后 不是 糟糕了 然后片头就是说 他一个人要上课的时候 然后大家都要挤那个电梯这样子 然后他也必须要去挤那个电梯 有一点象征意味 就是说 你终究还是得面对现实 你终究还是要去挤那个 全部都是人的电梯 你没什么了不起 所以片头跟片尾都是那个电梯 对 但是名声导演起手势很高嘛 1997年刚刚 有姐一直在谈到的就是野麻雀 第一部片就拿到了金马奖的最佳短片 然后2000年的城市飞行 就拿到了台北电影节的 独立创作竞赛的首奖 其实这个一起步是很高 这个之后拍片会是一种压力吗 还是说更大的肯定跟鼓励呢 都是耶 就是说它是很大的肯定跟鼓励 然后 也是很大的压力 就是说我得要继续做更好的东西 特别是到了城市飞行的时候 我自己就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了 就是说城市飞行还是有一点 它不是那么的故事片这样子 所以它其实缺少很多的起程转合 我就发现说我其实很在意 观众有没有反应的这件事情 其实那个时候流行的都还是比较艺术电影 我自己就开始就觉得说故事应该要像有一些 诸如实类就很好看 比如说美国心玫瑰琴 或者是巴黎德州这种我心目中的神片 就是说它故事是很扎实跟饱满的 所以即使得到了肯定 我觉得说关于那个故事要往哪边走 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然后另一方面我也开始慢慢转变 就觉得说我想要好好的研究什么是通俗的片子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开始想做通俗的片子 但是我觉得那个跨越就太难了 不是原来你你熟悉的那个方式 然后你想要往那个方向去做 你的头脑可以 但是其实有些地方是跟不上 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很坚决的 就是觉得说自己除了电影 我什么都不想拍 我要很专心的很虔诚的 把它当成一个宗教来面对这样子 因为其实后来我觉得看电影 有点对我来说是上教堂 就是那道光有点像是十字架散发出来这样子 他给我一道窗 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世界 很多很多的道理 我是在电影院理解的 然后再从书本上理解这样 就刚刚佑杰导演先来的时候 我们稍微聊了一下 因为我本来有一题在问说 其实你们那个世代新浪潮已经是末期了 有些说他其实根本没有赶上 好像明镇导演是不是有参与一点点新浪潮 就是好像2000年后 因为九亿地震等等的 台湾的全面好像也发展不是很好 这确实是电影一个蛮低谷的时候 可是却是你们入行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包括你们参与到 纯十六的这个影展 或是等等 那个是用非常非常自力救济的方式在做 市场一直是一个考量 对不对 那一段过程你们在进入电影界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有点绝望 过去的这个浪潮革命 已经被上一个世代的人做完了 未来到底是要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环境 到底要怎么样被看到 连放映的电影院听数都非常的困难 你要先跟观众介绍一下什么是纯十六 什么是十六 这个可能要请明镇导演 纯十六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拍短片 都是用十六厘米来拍摄 以前就是纯手工作业这样 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电影剪接 我真的是傻眼 就是说十六厘米的底片这么小格 我还记得那剪接是雷雷 拨在一个地方 因为这个大概十六米赚不了什么钱嘛 所以中影就分配他一个就是很小的 很旧的 很不起眼的 好像随便窝一个地方就隔开 就给他减十六厘米 我就在想说怎么这么艰困啊 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 我其实不懂那个什么叫市场 就说自己包戏院啦 自己来办影展 类似这样的概念 对 然后就是有几个主事者 他们可能对外的能力比较强 像我就是 好那我就是把片子交上去 然后看怎么配合 我大概就是属于这种卡这样 所以有些导演是说 他是比较后期 就是我的片子没有在纯十六里面 你那个私眼是八厘米还是六厘米 十六 但是我没赶上 就是纯十六厘展出现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可能刚做完 还有因为其实私眼 那时候成绩不太好 就是没有得任何奖 是吗 对对对 其实没有 对然后就是 我这个世代比较尴尬 我跟林淑宇 我们算是同一个世代 比较尴尬的就是说 我们前面的人都是用底片拍 然后最后一批是用十六厘米的底片拍 然后我们也跟着用十六厘米的底片拍 但是一拍完就结束了 对一拍完 这个世代就结束了 后面全部都是用DV用数位拍 但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刚好我们真的就是 横跨了那个底片跟数位的 这两个时代 就我们有扎扎实实用底片拍过电影 然后同时数位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开始就驾心就熟的 就没有那个转换的阵痛 但是用这两种素材拍 不然是操作上或呈现上 会有不同吗 以那个时候来讲最大就成本 因为底片 还是比较贵 冲印 底片本身 然后这些机器 一切一切都很贵 那数位 那个时候是DV 那现在大家手机 可能都比那时候的DV厉害 那时候像 拉斯逢提尔 还有台湾代理人也有 就是先用DV拍 再去转 再把DV转成底片 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的戏院都还是用底片 拷贝在放印 所以用数位拍的东西最后还是得 变成底片格式 然后一直到2008年 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 也是因为2008年是整个戏院开始引入数位投影的那个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我拍第二部长片 所以我那时候第二部长片杨阳还是用底片拍的 在那之后就全面的步入数位的放印的时代 所以就经济上比较没有理由用底片拍 那后来还是有一些少数一些人会用底片拍 那是基于美学上面的选择 两位的作品时间都隔很久 刚刚听到尤杰讲到第二部片是杨阳 杨阳是第二部片 我第一部长片是2005年 是一年之初 第二部是2008年 还好三年 对算是很厉害了 2011我才是第一部片 而且是别人来找我 是第三个愿望 然后我觉得这剧本很好看很感动 而且那时候我刚生小孩 所以那个 那时候是不是找吴康仁 对对找吴康仁 他应该是第一部电影的主角吗 那个时候 不知道他是不是第一部有可能 很有可能 我挖掘了两个影响 对啊 我没有挖掘 真的很巧 其实康仁本来就已经很积极的 想投入各种角色这样 然后他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敬业了 我也有跟康仁演过戏 在那个 没有对到戏啦 不过我跟他同时有演那个 《夏一阵幸福》 我只有那时候 因为我收工之后 刚好开车就顺路 就载他 因为那时候桃园还是宜兰拍 然后回来台北的路上 就有听他讲到就是说 他的事业啊 演艺事业如果再没有起来 他就要回高雄 对 他就要做别的行业了 那是几年的时候 大概就2008或09 那个时候 大概那个时候 然后 然后现在 现在他已经是 无所不在 然后那个时候 我觉得他也很坦率 也就是说他 他一直就是个背影演员 比如说摄影机在这边拍 我是吴康仁 然后摄影机从我背后拍你 他就超会演 但只要摄影机换过去 变成是拉你的背要拍我 拍吴康仁的时候 他就不行 他就说他一直被这样子说 可能电视剧吧 他慢慢的就克服 克服一直克服这样 我们去年采访他的时候 应该要访问两位 他这个历程蛮感人的 但我们今天这个采访 其实我觉得是很有缘分 应该是从2015年 万生回家 认识就是民政导演 应该就是种下了 我们今天会采访的 这个机缘 因为当年这个事件 很大的风波 然后就是因为 制片本身的状况 书籍上有一些不实的部分 我其实当时就是觉得 很好奇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社群媒体 非常多统业在谈这件事情 但我想说 为什么没有人去问导演本人呢 所以当时一个因缘 机会我就访了 就是民政导演 把这个来龙曲目 说得比较清楚 这样子 但我记得那个采访的最后一句话 一直在我心里就说 那时候导演说 这个纪录片这样子 伪制拍摄 风险太大了 就是下次我要拍 我还是要自己制作 的确那次的经验就是 有时候真的很天真 没有想太多这样 有时候是好 但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 有一些状况 那就是学习嘛 所以这一次就是完全自己 就可以掌握一些东西 甚至连书都要自己写 对就虽然比较累 比较辛苦 但是觉得自己该怎么说 就是比较扎实 自己比较可以掌控说 这些线索到底是不是 可信度多高 或者是值不值得呈现 但这次的很多的方式跟状况 又跟完成回家不一样 就完成回家 历史是一个很出浅的背景 在后面去讲说 为什么所谓会有完成这件事情 是跟二战有关系 跟日本殖民有关系 跟他们要遣返回日本有关系 他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历史背景 寻找汤德章就不一样了 因为汤德章是1907年出生的 然后1947年遇难的这样 那所以第一个 汤德章不可能再回来跟你讲事情 我们必须要去追查他的 各式各样的足迹 比如说他写过什么样的信 他讲过什么样子的话 去追寻他的整个人生这样 那问题是汤德章他只有留了两本相簿 他几乎没有任何的文字资料 他没有书信 也没有日记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比如说他到最后 他觉得他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 你还是不知道啊 那我们只能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推敲 我们不能做结论 只能把这个结论的空间留给观众 对就是再解释一下这个背景 就是万生回家之后 明镜导演就花了五年的时间 来筹拍这一次的 寻找汤德章的这个纪录片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啊 其从他父亲两代人 都是一个荒谬时代下 不晓得自己到底是什么角色 然后却父子两代都在台湾这样子的 不管是白色恐怖 或者是台湾跟日本的冲突中罹难 这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个案 然后他的铜像放在台南的火车站附近的公园里 然后大家不知道说 其实台湾的近代社会演变的一个缩影的铜像 他是谁 甚至可能长期居住在台南的人都不知道 对 一开始怎么样开始发现这个题材 为什么决定想要做这个题材 发现汤德章是因为去台南拍片的时候 就会常会经过那个公园 那时候知道这个人也只是一个228的罹难者 大概就这样而已 因为有太多228罹难者 所以他也不会引起我的兴趣 一直到知道他的爸爸是日本警察 而且被台湾人杀死 我就觉得说哇这个 因为父子两个人同时在台湾两个政权交替的前后 的最大的社会的流血冲突事件 一个是台湾人抗日嘛 这个可以 98年时间 你可以理解这样 那一个就是228事件 就二战之后台湾最大的社会流血冲突跟对立 那结果这两个人都死掉了 那汤德章他一定有认同的问题嘛 那我好像就一直对认同的问题很感兴趣 还是觉得应该要进去稍微做一下田野 不然觉得不踏实 所以就在没有任何的资金的状况之下 我们就先开始先做口述历史的研究这样子 想把汤德章身边最近还能够讲汤德章的几个人 赶快先留下来他的画面跟他的声音 那这个经验是跟完成回家有关系 因为这些人其实都太老了 他很容易就会不见这样子 所以就觉得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 所以就这样子的一股洒劲之后就开始拍 拍拍拍拍拍拍 一直拍到开始出现一些有魅力的人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片子好像很有机会 可以被大家接受跟喜欢 你也知道就完成回家里面 也是要有几个魅力的 有魅力的人物 第一个他愿意跟你分享 第二个他的故事实在很有料 那这些人物我觉得很重要这样 但是书你就发现 其实跟电影是很不一样 书其实都在讲汤德章 是 但是我觉得电影不能只讲汤德章 因为如果你只讲汤德章 他几乎全是史料 因为我觉得文字有文字的魅力 有一些是影像达不到的 而有一些是影像 有他自己独特的魅力 他有声音 有影像 有音乐 他可以集合而成一个很有魅力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也是 有一些部分是文字远远达不到 他才达得到的 对就是刚刚民生导演讲 我觉得这部片应该是非常困难 因为当事人完全都不在 所以你们也选择了一个方式 就是说怎么样重现汤德章呢 你们有一些类戏剧的表演 然后这边汤德章的主角就在我们现场 一开始就会想到尤杰导演 因为他有这个日本华侨的这个背景 然后日文很流利 是这样的关系吗 对 那时候跟他聊了一下 就知道说 哇原来他的小时候就是生长在一个 几乎就是日文的环境里面 看NHK报纸啊什么 这你等一下再问上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你们一直在讲到你们两个常常都会同时关注一本书 然后我听到民生导演讲说 有一年你们金马奖在后台聊天就聊到说 大家都在看门田龙将写的汤德章 其实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另外一个工作的关系 然后开始看门田龙将写的那一本汤德章的书 然后我是这样开始认识汤德章 然后当然自己又开始去网路上面查很多资料 但是看完那个门田龙将写的书之后 第一个念头就是 怎么是日本人写的 因为毕竟门田龙将有他的书 其实有一半感觉是像小说的写法了 我相信有很多是他的想象 然后就会期待就是说台湾是不是也 也有我们自己台湾人观点 然后去看汤德章去讲汤德章的故事 就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很巧很巧 就出现了黄明镇的导演 然后黄明镇导演就说他 他在拍汤德章的纪录片 天啊 你有没有吓到那时候 怎么我们两个人同时又在关注同样的一件事情 然后他就说里面有一部分要用戏剧重现 就想要找我饰演汤德章 然后他打给我到后来拍好像也没多久 就来不及减肥 但是他应该是这样的身材吧 因为他毕竟他有去那个田野学功夫 他就是比较壮一点 因为他有练柔到空手到 他是那个生产的 我以为是故意的呢 他是为了那个增胖了 所以你接到这个邀请 你就立刻答应 就当然要答应啊 一定要 那我很好奇 因为两个人同时关注这个题材 表示两个人都有进入这个汤德章的各种论述 一定会有你们自己的想象 那两位又都是导演嘛 那你们在沟通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呈现的时候 会有互相交流或不同看法或是怎么样吗 没有因为我去只是当演员 所以但是因为明镇导演有给我看了一些 像那时候有跟他关在一起的 梁志章的一些口述历史 所以会可以从旁人的描述 然后还有一些现场看到他被游接的人的这些描述 试着从旁人的描述去还原他那个时候的心境吧 然后加上我自己也有一些对于汤德章的一些想象 就是说他从小到大不断的认同的转换 你看他换了那么多次姓 然后一下子换成日本姓 一下子换成台湾姓 然后最后他去了日本一趟 最后他还是决定回来台湾当汤德章 当一个台湾人 但最后他在228的时候 却因为他的日本血统这个身份 几乎可能我唯一能想到的可能就是这个理由 然后就把他枪决了 当然可能还有别的 他可能因为受很多人爱戴或怎么样 必须要杀鸡尽喉 但是我一直觉得 就是说一个人 他怎么定义自己 就是你定义一个人的 并不是他的血统 并不是你的出身 定义一个人的是你的行为 那我觉得汤德章 他就是不断的在他的人生当中 在很多很重要的关键里面去做选择 做一些 其实旁边的人可能不会这么做 例如说他在当学生的时候 被纠正他的服装 那他选择反抗 他当警察的时候 碰到一个日本人路爪 撞死台湾人的状况 那时候我相信 他如果跟其他的警察一样选择沉默 他不会有很多风波 但是他就选择要去对抗这件事情 然后他在去了日本 考到了行政司法科的考试之后 他大可选择留在日本 然后他可能会发展的很好 但他选择回来台湾 然后选择恢复台湾姓唐 选择当一个台湾人 然后最后却被抓去 在二月八的时候 然后他也选择了 不要供出那些名单 所以我觉得他不断的在 透过做选择 在定义自己 当然我也是这么在选择 我的人生之中不断的在做选择 然后在定义自己 可是我觉得那个时代 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真的差太多了 是 刚刚友杰说 他其实只是在这部作品中 是担任一个表演的角色 可是我看到中间 有个很特别的安排 后来又跳出来 他第三人称的方式 去自己在诠释 汤德彰他的这个命运 说为什么他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必须这样 那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就是希望友杰 他除了是一个演员之外 他又可以在那个表演的场景里面 直接用饰演一个汤德彰角色的郑友杰 去讲他的感觉的汤德彰是什么 因为汤德彰留下来的东西太少 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所以可不可以借由外在的一些人 我们是寻找者吗 你也看到李文雄杨淑芬 蔡老师都是寻找者 我觉得包含友杰他都是一个寻找者 他在饰演的这个过程里面 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接近汤德彰 去理解汤德彰 然后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感受到的汤德彰是什么 是不是可以说说他自己的观察 所以其实在每一个场景里面 比如说在被关在监狱里面 在那个临时军事审判庭里面 在那个司议会被抓的那个里面 我们其实都在拍摄之后 就会再录一次 他对那个状况的 那个当下的那个事件 他自己的一些感想 其实我们都录了 发生了这件事情 你的感觉是什么 所以在设定的时候 就把它当成也是寻找 汤德彰的一个角色 是很特别 其实应该是说 在准备要构想这个纪录片的 整个剪接的结构的时候 就在想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比如说一度曾经想说 我可不可以拆成三个或五个 或六个或七个section 然后每一个section 一刚开始我就来一段戏剧重演 对 这个东西也曾经好一阵子 是我的考量的方式 听起来很花钱 一个是很花钱 一个是我觉得一般人 会看不太下去 我觉得这个可能 才是我的考虑的点 就是还是希望 民众对这一个人物 就是有共感 进入他这样的 特殊的生命历程里 其实我看完纪录片 就看完完成的作品之后 我蛮讶异 就是说他很生活化 因为其实包含我去饰演 然后去读这些资料 都会有一个好像这部片 会很沉重的这种 陷入为主的想法 但实际上没有 实际上是很生活的感觉 因为他是透过像 那个莉莉水果店的 李文雄老板 然后一个很热血的 杨淑芬记者这样的 然后还有一位蔡老师 他是一个就是很喜欢 搜集历史资料的一个怪老头 但是他又好博士渊源的一个 一个人就透过这些市井小民 去寻找汤德章 然后那时候因为饰演汤德章 还有跟他们一起去台南 我感觉到 其实这些在寻找汤德章的人 他们没有悲壮 沉重 愤怒或什么 没有 你反而感觉到的是一种 他们好疼惜这块土地 他们好疼惜 这块土地上的故事 所以他们想要去挖掘这些故事 然后把这些故事说出来的 那一种疼惜的 那一种喜悦 其实我看那个纪录片 我有一种 不沉重 我们是在看自己的故事 是在重新去寻找 真的就是在寻找汤德章 然后寻找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历史 其实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 对我觉得这一段 我非常有共感 因为当时看的 寻找汤德章这个片名 其实我不知道谁在寻找 但是看完之后 我也才觉得说 他很特殊 因为真正出发的 并不是汤德章的后代 或者是说 纯粹是一个历史学者 他要去考究 或者什么 他真的就像友杰讲 我那时候觉得 哇 真的是民众自己想要了解 而且他觉得 我被很多人来问 说那个纪念碑是什么 我是一个台南 在地图生图长 我都讲不出来 这段历史 虽然有一个纪念碑在那边 也不会有人知道 就是这一段很感人 当然故事看完之后 看到他的养子 汤中某先生 那一段也是非常让人家有共感 而且最后听到他 一直不愿意回去他老家 他说很丢脸的事 家早就不是家了 因为他其实 就是汤德章的姐姐的 小孩过户给他 就是一个养子 为什么他要背负这些命运 但最后他又说 他想要回那个小房间住 就我知道你们在跟他沟通的这个过程 是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也看到他的转变 昨天是他四四一周年 我相信去年的昨天 他已经在天上跟他的爸爸 汤上相会了 其实一刚开始 我们是有点挫折的 我记得第一次我们把摄影机摆好 把麦克风都装好 然后找了一个很棒的角度 那是一个日本式的老房子 就是他爸爸曾经工作过的爱国妇人馆 在那边拍摄这样 一切都准备好了 然后就问他一个最基本 最简单的问题 对您来说 汤德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爸爸 他可以绕20分钟不跟你讲 20分钟之后 然后我就说 老先生这些都不错 但是可不可以再回来一个 就很简单的 就是说你的爸爸对你来说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爸爸 他在跟你绕10分钟 你会觉得说 这么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讲不出来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应该是没有办法理解228的这种创伤 跟受难遗嘱的这种伤痛 我觉得我其实不理解 一直到最后 我觉得我大概可以慢慢理解说 这一切都是他为了保护他的家人 就是不希望他的后代 在跟他一样这么的痛苦 就是还必须要经历这些 比如说找出来谁是凶手 然后所以应该要跟谁复仇 然后要不要复仇 要复仇要怎么复 复完会怎么样 要逃去哪里 然后不复仇 然后那该怎么办 然后心里一定很不爽 很不平衡 那又该怎么办 想办法找机会吧 就是这一切 你叫后代要怎么办 他觉得这一切到我这边就好了 我就停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他的女儿 他的争孙 他们都没有听过 完全空白 完全空白 对是零 然后所以你才知道说 哇这里面到底 有多少的委屈泪水 不甘痛苦 是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是一个多么无知的人 完全不理解 就是在台湾 因为经历过这样子 改朝换代中间 有这样的冲突 跟有些事件 当然转型正义 一直是台湾社会 都很希望要做的事情 但是什么叫做 转型正义的这个定义 也有很多人的看法 那当然你们是一个影像工作者 不一定是这些东西 可能是民间团体 或政府单位要做的 但你们在选择题材的时候 刚刚有节日说 这个年纪好像很多包袱 这个包袱是说 有些东西我觉得我应该要做 但是也希望跟 就是现代观众靠近 就是说这些台湾可能 有遗失 或者说还讲述不足的地方 两位是不是真的蛮有意识 或真的有 算是使命吗 或者觉得很想要去 补足台湾 在影像记录 或者是电影的题材中的 这一块 我自己的感觉是 自己真的会想知道 自己的故事 那可能是 湾山回家带给我的勇气 跟一个很强烈的想法 就是说 有太多的故事在台湾发生 但事实上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年代里面 我可能比有节大几岁 这在我的教育里面是 就几乎没有台湾史 那更不会有恶霸的这件事情 那他问题 他是具体存在 而且他事实上 也一直影响我们 小时候你可能会被 你的长辈说 你小孩有心没嘴 就是叫你小心一点 因为祸从口出 他知道那个下场是什么 他看过 他经历过 或者是他听说过 我觉得那个东西 其实还是影响着台湾人 即使是黑历史 我觉得到了七十几年后的台湾 应该要有一些东西 已经慢慢释放 那这个部分 我是从万生回家 该怎么讲震惊吧 就是为什么 有这么强大的需求 却没有被满足 你再仔细地想想 就是说从很企业 或很商业 或很经济的角度上来看 这些东西 事实上是那些大资本 好莱坞他不会来做的 而我们可以做 好再来是说 以前的东西出来的时候 他都是伤痛嘛 只要讲到历史 讲到228 悲情 悲情嘛 不快嘛 痛苦嘛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做 不太一样的东西 但我觉得 难的是你找到那个角度 你必须要说服自己 你找到了那个角度 所以历史 他虽然有他悲伤悲痛的东西 但我们做这个东西 不是要搞分裂嘛 不是要举起一个旗子说 你他妈的你不对 不然我们跟政论节目的名嘴 有什么两样呢 其实我刚刚听到他在讲 那个唐从某先生 他没有办法去讲述自己的父亲 其实那是一件非常伤痛的事情 因为他目睹过自己的父亲被枪决 然后他被贴上228的造乱者的 这样子的罪犯的标签 然后他变成228罪犯的家属 所以他在他爸爸被枪决之后 他不敢不敢住自己家里 人世间最痛苦的一件 最难过的一件事情 他连思念他爸爸都没有办法 不要说汤冲魔了 因为我我妈妈是台南人嘛 我问过我妈妈说 你知道汤德昌是谁吗 他不知道 他就住在民生律元旁边 我记得我小时候去那个民生律元 我跟我表哥去民生律元玩 半夜跑去那边偷爬树 然后回来之后被我外婆骂了一顿 然后我外婆平常是对我非常慈祥的 可是他知道我跑去民生律元 他就非常严厉的骂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那么生气的骂我 然后告诉我绝对不能再去那里 后来他只说那里有墙壁过人 可是他讲完这件事情 他就不再讲了 一脸就觉得好像自己做错事的表情 然后就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是我一直到自己长大之后 自己读到汤德昌的历史 我才知道说 原来那时候为什么我外婆会那么生气 可是他为什么不讲 而且我甚至怀疑 我外公外婆是不是看过汤德昌被游接 因为他就住在旁边而已 他就住在民生律元旁边而已 然后种下了多大的恐惧在台南人 在台湾人的心中 让我们不敢去讲228 其实我们现在讲228 我们可以这样子在podcast讲228 这件事情不是理所当然 228是1947年 一直到1987年 郑南荣先生跟一些像 那时候做228和平纪念初心会的 曾永新医师 然后李胜雄律师 一直到1987年 郑南荣先生他们在台南是举办第一场 那个228和平纪念这样的游行 这40年来台湾人是一直不敢去讲这件事情 那我就觉得说我们常常都在讲就是说 不要再去讲过去那个悲伤的历史啊 但是如果我们不去知道真相的话 就会变成那些受难者会检讨自己 因为大家都不去追究真相 那他们这40年来不要说平反了 就连公开思念自己的受难家人都没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去寻找这一段历史 并不是为了复仇 我们只是希望我们去找到真相 然后让受难者不需要再检讨自己 然后去了解自己的历史 它就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唯有我们了解自己的历史 才有可能创造共同的未来 与其讲说转型正义 也许我们应该讲说我们面对过去 可是我们连过去都不敢面对的话 到现在还有人会想要合理化228 像我饰演汤德桑的说 我就会有一个很简单的疑问 他做错什么要遭受这样的对待 他的家人又做错什么 那么多的台湾人做错什么 那么多人不只台湾人 那时候很多外省人也是被杀害 然后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的话 那这种悲剧就有可能再发生 其实我看完汤德章有一个很大的感触 就是说除了说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外 他到底是不是在自己的国族认同 日本人还是台湾人之间摇摆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嘛 但是我确实感受到以他的经历来说 或许他一直在问什么样的社会 才是一个正义的社会 或许他其实也在追寻一个他心中的这个理想 但是刚刚明镇导演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这个题材作为其实台湾每一个人都认为 应该要用自己的方式让他被知道被发现 被传递下去 但是就是要把他做出一支电影 不管是纪录片或是剧情片 他就是要资金 那刚刚你特别提到说 这个可能国外题材 他不见得会大公司来投资你 所以也分享一下两位你们怎么样 我知道这次这支片子是有募资吗 那虽然现在有一些跨国的机会啊 或者是那种平台的这些投资 对于你们这样的题材来说 你们会不会觉得在这个时代还是不容易拿到资金 其实这个部分有一些 有一些乐观 有一些悲观 就是慢慢的 如果说像这样子追寻自己的 故事的影片 如果越来越多 而且是好看的 是卖座的 那其实自然有很多的电影公司 他会想投资啊 因为他觉得你拍本土的故事有人要看啊 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角度 把它拍的好看 把它拍的像 比如说韩国片正义辩护士 或者是电车司机 从一个小人物出发的一个这样的故事 那我觉得他是很容易吸引观众的 如果真的可以赚钱的话 我觉得也许就会有 他会制造一种正循环 会有很多的电影公司会想投资 做这样子的片子这样 那我觉得台湾还是应该是 是是整个世界的洪流吧 就说我记得是WTO之后 事实上台湾就整个对全世界是开放 特别对好莱坞开放嘛 所以你根本挡不住那么大的资本 那么大的卡丝 那么大的特效 那么大的场景 那么大的宣传 他一个宣传的预算 就把你的制作成本就打挂了这样 就是你不太可能去跟那么大的资本竞争嘛 但是你也可以理解 好莱坞的那些大的电影的片商 电影公司 他不会来拍汤德章嘛 他也不会来拍郑南龙嘛 那是你自己土地的故事嘛 这种跨国企业 他是不会做你那么local的东西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 我觉得是我们的机会 另外一个部分是 这个市场应该有这个需求 如果这个缺口真的被重视 产生真的有一个赚钱的循环 有一个好看的影片的循环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 就是说你还是期待说 自己用自己说故事的方法 把这个题材说得更好听 然后吸引我们自己的观众 进场来维持这样子的 就你可以看到韩国有这样的例子嘛 那台湾的那个例子呢 我刚就说 其实万生回家是给自己有一点信心 就是说这个需求是存在的 大家会有共鸣 那友杰导演呢 就是说现在在拍片 筹资是一个问题吗 我觉得就是筹资是 很多人都会把它放在 说很困难的地方 那的确也是 但是我觉得怎么样把故事说好 更困难 对 然后每个国家都不止台湾啦 每个国家都会面临说 你要面对好莱坞的商业大片 跟自己国家的一些电影 这样子的处境 我觉得一昧的保护并不是一个方式 我觉得去发展出自己的国家的特色的电影 那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都这么做 韩国甚至把它发扬光大到 它可以到别的市场去 那台湾有什么 那我们就会去想台湾自己的故事嘛 甚至我看到汤德章的故事 会有一个危机感 就是说 如果我们自己不讲 可能会被别人讲去 不是说别人不能讲 别人当然也可以讲 可是你就会去想说 为什么汤德章 我们自己台湾的人 然后却是别人在讲 那我们就会想说 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讲我们的版本 那筹资 我觉得其实严格说来 我觉得虽然我们会讲独立制片 那其实看起来台湾的电影 每个都像独立制片 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地方 对 然后台湾市场就那么小啊 所以每部片都有适合它的 筹资的方式 然后也没有说怎么样才对 就是大家努力求生存就对了 总之现在你们觉得创作的压力 还是题材跟故事 还是你们觉得比较大的压力 做好这件事情 就是面对观众吧 对我想我们都还是在想要跟观众建立起桥梁啦 至少我啦 我还没有觉得自己了不起 到就是说我可以不管观众 我还是想要跟观众共同 就可以倒带一下 其实我们之前有别的同事 我们学历有访过 尤杰导演 那时候是亲爱的访客 我记得你提到了一段命名嘛 本来你是希望这个片名取为约束 就是非常喜欢这个这个片名 约束 对 本来 旁客好太多了 他就拿着这个片名好像去问了很多 盲测 盲测 所以确实你 因为很很少导演会去做到这样 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历程 让你有这样子的转换 就是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修正 拍电影是一回事 但是电影拍完 你要面对观众要行销 又是另外一回事 然后台湾的环境会常常让导演站在行销的第一线 那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不是一个创作者 而是一个推销者 就要切换脑袋 但是因为以前我比较难放下导演的思维 所以在行销的时候会有一些导演的矜持 那为什么会让你突破这一点 因为当然就是没有赚钱 所以当然就会想要自己的片子有更多人看 那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包装 那片名海报这都是包装 我当然也想要更多观众进戏院看我的电影 所以就会做这样的修正 但我可以呼应啦 亲爱的访客片名真的比较好 也真的是很喜欢的这部片子 最后想要问两位 其实好像台湾电影环境到底什么时候是好的 好像每一次都说是环境不好的时刻 但是其实你们也是不管怎么样持续有作品 就是你们其实对于台湾这块土地的故事 还有很多想要说的 你们都会问来宾 就在你们的工作中有什么 让你们觉得是魔幻时刻 你们当时不管是就是背叛家庭的期待 去学电影 或者是突然毛色顿开 觉得我要走电影路 如果是这样 就是说我记得城市飞行 那个时候拿到一百万收奖 然后就想要去谢谢大家 特别是山上的原住民 因为他们很帮忙 我记得在南投水里那个地方 然后就去那边 然后请他们杀两头猪 哇 然后他们就很酷 那是有一只是用烤的 有一只用水煮的 然后呢 我记得在晚上要吃猪肉之前 就是安排大家先看片子 我还记得在他们找了一个礼堂 然后架了一台电视 然后那是VHS 就放进去就开始放这样 我记得他们几乎没有笑 就有一些我觉得好像是笑点的 他们没有笑这样 我在那一刻我就觉得说 我真的好希望那个观众的feedback 我真的很在乎他们对这个片子 有没有感觉 对 后来别人是跟我说 没有啦 他们就一直在想说外面要吃猪肉啊 那么香对不对 要看完片子才可以吃猪肉 然后其实心里面想的是猪肉啊 根本就不管那个片子了 但就对我来说 我觉得那一刻真的是很影响我 之后想要做一个再更通俗的 在通俗里面找到有艺术感的东西 但是它是接近大众的 我觉得那个东西在我的脑海里面燃烧的越来越旺 它影响了我后来的东西 包含第三个愿望 包含《万生回家》 包含《寻好汤德章》 我都希望我的影片有部分的通俗 它是大众愿意接受跟有办法理解的东西 然后再来追求我们想追求的艺术层次 所以在那一刻就改变了 对 这些想法 我觉得那个真的影响我很多 我应该小小补充一下 因为可能大部分的听众没有看过这部片 这部片的剧情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偷渡客 来到台湾 因为发现跟台湾的一个温奖长得非常的像 然后他就有各式的这种当下的这些政治情境的一些 他就取代他的计程车司机的身份 期待这部片可以再被看到 那尤杰呢 你自己会跳出来的魔幻时刻会是哪一刻 因为老师说真的很多 每次当我到一个地方 不管是拍片或者是去那个地方放映 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 要不是我有拍电影 不然不会来到这里 电影常常会带着我去很多很多 我可能本来这辈子不会去的地方 然后带我去认识很多 我可能这辈子不会去认识到的人 然后那些都很美好 丰富我的生命 然后就会影响我去拍下一部片 例如说汤德章也是啊 要不是我拍电影 我可能也不会去认识到汤德章 然后去年去了一个地方叫东吉语 就是在澎湖的南方四岛 其中一个很小的岛 居住人口可能二十几个人而已 一个很小的岛 我去那边拍一部短片 就有一种感觉说 我现在在干嘛 然后我在想说 我在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小岛 跟一群我很喜欢的伙伴 在做一件我很喜欢的事情 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魔幻时刻吧 然后对 我一直到现在 我都很感谢电影 可以带我认识那么多东西 那么多人 带我去那么多地方 导演这个工作对你们来讲 你们会怎么诠释这个工作呢 我觉得不管做一个导演 或做一个演员 其实就是面对世界的态度 然后我觉得它其实 不是什么技巧 而是一个每天的日积月累的过程 我每天每天在 怎么面对这个世界 然后我做怎么样的选择 我为什么选择了这部电影 而不是另外一部电影 我为什么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要这样子表演之类的 就是我觉得所有的 所有的所有的东西 其实都是日积月累的 你面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对啊 我觉得导演 或一个演员到头来 就是这样 我特别想要问友杰 就是说因为你现在等于是双刀流 你两边是同步发展 以哪边为主 还是其实你觉得 你本来就是希望 演员跟导演的工作 是同时进展的 对 我知道就是说导演和演员 他其实切入的角度不同 他的工作范畴不太一样 可是对我来说都是拍片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都是同一件事情 可能因为我第一部短片就自导自演 我后来就不再自导自演 后来大概就是 演别人的戏 当演员的时候 当演员 当导演的时候 当导演 但是最近也多了一个当监制 就是开始去帮年轻的导演 做监制这样子的工作 对我来说都是同一件事情 他的根本都是一样的 就是拍片 那名声导演呢 你应该不会要做演员吗 就是专心的 对我从来没有想过做演员 然后可能其中有一些机会 希望我去客串一些角色 真的吗 我都觉得我很为难 你喜欢在摄影机后面 对我觉得我会害羞 我就不行这样 导演工作对你来说 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是你面对了这个世界 因为你不得不面对嘛 然后最后你 你必须回来面对你自己 当你看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是把这个世界 一点一点的放进去 当导演的时候 是再把一点一点的 从这个里面再逃出来 在做各式各样平衡的工作 这个故事真的是 你想讲的吗 为什么呢 你的这个想法 这个世界给你的 还是从你这里面再逃出来的 就是这个工作 反反复复的一直在做的 最后的形成的一个东西 会不会太抽象 不会 可以理解 今天非常高兴 就是谢谢 就是明镇导演 跟游杰导演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那寻找汤德章 是3月15号上映 现在有30几个院线 非常希望大家可以 走进电影院去看 我认为作为一个观众 你也是寻找汤德章的 那个寻找者 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欢迎你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或者到报道者的官网 捐款支持我们 现在我们的Podcast节目 也上了YouTube频道哦 也可以在YouTube频道 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